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4600年以前 皇帝的记事观苍杰 就创造了象形文字 皇帝的臣子使皇 又模仿自然景象 图成各种图形 发挥绘画的实际用途 跟着社会的进步 绘画对国家的应用 一天比一天的普及 到了秦汉时代 人民多半尊神从天 因此在自奉的古物上 跟墓地的石壁与石门上 都刻画着神灵鬼怪的人像 作为境界跟教化后人的 一种方法 自从秦朝的蒙田 发明了毛笔 对中国绘画的线条 与自然景象的形态和气韵 有了很大的转变 描绘佛像跟人物像 隐藏在石窟里 以南北朝五代为最盛 石窟最多的 要推中国甘肃省的尊皇 这里有壁画佛像素天虎 形态都非常神妙 壁画有的画在石壁上 有的画在布布上 也有的画在资卷上 山水画虽然创始于秦汉六朝时代 但以唐朝最盛 其次就是距今一千多年以前的宋朝 董元是唐墨宋初的大画家 他以淡墨扫淡墨破的水墨方法来画山水 盛极一时 距今七百多年元代大画家 王鹤三桥 他不重视所画对象的真实形态 而注重写意 形成元朝特有的脱离现实的艺术思想 明朝画家也很多 唐银就是这个时代的人物 有人说唐朝人的画重法 宋朝人的画重理 元朝人的画重义 明朝人的画和成仙人的意志去描绘事物 没有什么创始 明朝画家仇英 以山水画称入 可是有时候也受宋元代画家的影响 来临摹公笔侍女画来乱真 明朝人的画家 明朝人的画家 也目标节省的画家 明朝人的画家 明朝人的画家 石桃是明末清初的大画家 自称清香老人 土花和尚 凡是山水 人物 花卉 竹兰 都能不落前人的潮就 自创新意 构渡非常奇妙 其次就是拔大的画 也是变化无穷 这身石桃用生圈纸画的巨湖竹林花卉 它所表现的气韵 足厚 层次自然 这完全是建筑在水根末 以及运笔速度的把握上 这许多照耀千古的历代珍贵作品 正是魔化大师张大千先生 在艺术生命上的一个提示 大千先生对于人物山水 花卉灵毛 工逼写意无所不尽 一般认为 绘画是七分兼之三分功力 他主主张三分兼之七分功力 他又主张学画 非从临摹古画入手不可 因为有了心得才能创新 画梅花必须老干如铁 枝壳弯曲 才能表现出它耐寒高洁的性格 要顾到花瓣 花枝 花蕊 花地 阴阳 像背 各种不同的姿态 兰花先拿一朵花作足气 拿三几片叶作配成 画竹 应先从竹竿画起 像叶字一样 每一竹结为一段 其比略重 等画完的时候 然后出枝天叶 最后点结 画局要先明了花根朵的组织及形态 最后用水墨叶勾梗 要疏密则已 画荷花先用淡墨勾花形 再用浓墨或嫩黄 画花瓣内的脸床 跟着用浓墨添画荷叶及荷梗 荷梗在画中最为重要 画质从上而下 要有平平一立的风姿 最后再从盖上加点 四层秒曲 画鸟 要先观察它的种种动态 然后再开始动笔画嘴 画眼画头 最后画全身勾掌 画山水先要集会 三十形态跟用笔方法 除了注意焦墨可笔之外 还要懂得 舟 勒 村 擦的道理 按其情景的需要 再加色填补 大千先生这种画法 是模仿石潮 跟拔大山人的三十协意 用粗笔散墨的方法来绘画 画雪顶山水 必须要将天空跟水面 用半墨公然 要是还将山头树上加粉 这样才能显出雪顶气氛 画人物面向方位 画人物面向方位 是按警的布局跟人物动裁的决定 面部上的特征 用细笔勾回续发 用浓墨细笔来重切实际笔 然后再用弹墨来渐染 画人物要打稿 更先要注意它的形态跟性格 以及结构位置的安排 大千先生的工笔临摩 大多有唐宋时代的古画风格 色彩鲜艳 格调高雅 充分表露着时代背景的真实感 他临摩宋人董源山水 将其完成化 远山尽数层次分明 用极造定 初初表现着取回不尽的意味 如说 画人难画手 这二里的手丝画得多么美妙 他在尊皇探讨了三年 临摩两百多幅尊皇笔画之后 他领悟到人物画的精髓 也吸收了尊皇笔画 用笔的方法 用色色性 画风也变为鬼力雄伟 他的画真质 风格与动不同 对国内遗产有很大的影响力量 所以他的画不仅是内行人喜欢 大仙先生的话 早期注重在线条 颜色 近年来则着重在末法跟器梭 同时又因为他近十多年来 桥居海外 环游世界名山大山 艺术眼界更高 胸怀更宽 对自己的创作没有不顾于生命感 顶多棒 Boy 两百多幅尊皇笔的意大 二百多幅尊皇笔作 也许是水中的 boat 冠绩 他认为游山玩水主要的是要领悟山川零食 疾风峭壁飞附流泉 要深入其中嬉洗期间 体会雾形观察雾态 融合贯通 才能产生高远的异境 会出传神的话来 大千先生不仅是当代画家 更是一林全才 他在作画之间 对于题材 用纸 用笔 用墨 跟作色等等 都是经过慎重的构思 才能得心应手的创造进去 画写一山水 要先领悟到高山白云的真实面目 才能落笔 大千先生的画 往往跟其他的画家画法不同 从上而下 落笔稳健 水墨浓缠辙折积 运笔快速自除 在重墨的地方 用淡墨破坏 在淡墨的地方 用淡墨勾勒 层次分明 相应出去 它一面再画 一面再讲 把自然景象 融会到画底 从画底上描绘出自然景象 随意挥洒 妙区间 它用笔快的地方 如横扫千斤万马 飞铺分层而下 精神贯注 一体合成 在漫的地方 构思落笔 温文尔雅 隆暂得已 把生活跟感情 交织成永恒之美 它曾经挤后 把心灵上的感触流露了 就在画的深处 贡献意识 用泼泼泼画山水 生动有力 它爱用白马指 白马指是生圈指的一种 吸收水分较慢 可以随意挥洒 易于渲染 在中间色的水墨上 再加较浓的水墨色彩 可以产生自然的浴会 它用大硬毫笔横刷 小硬毫笔力取的方法 来创造新的风格 它对这幅画的布局 早已兴有情组 看它纵横扫打 有桥不问 用措墨的功力 分足层次 显现主体的感觉 它用措墨快速运笔的方法 使浓墨跟水融化在纸上 一气磕成 层次分明 这是一般画家 不易办得到的 为了要表明 画家底下的真实感 跟他的画意 在画完一部画词后 一定要落款提名 大千先生有今天的成就 全非偶然 他在早年已被中国的传统艺术立下根基 将古人的法则融会贯通 近年又漫游世界名山大湾 汉幽彩胜 匈罗万象 所以它能运用一新 创立新的风格 它桥居海外的目的 是要把中国画介绍到西方国家去 除了绘画以外 唯一的表现方式就是开画展 在巴黎 柏林 伦敦 东京 纽约 马德里 都举办过盛大的展览会 有人称毕喀索是西方当代画坛的宗师 无疑的 张大千先生 是东方当代的画坛宗师了 他每到一处地方 当地的知名知识 无辜对他狂热的欢迎 他隐喻国际遗坛 为国人带来无上的光辞 中华学术院 特为这位当代的国画大师 颁证哲识学位荣贤 仪表同高敬仰之一 这是他乔西巴西巴德园的 五亭谷一角 风光非常齐厉 这种大泊墨山水 跟宫笔山水画法不同 泊墨山水 墨重于笔 像这种画法前无古人 在隐隐约约的云山里 透露出小小村落 使时间跟空间布满了生机 这是他用淡墨勾勒的蝉河 荷叶采用甘笔众墨横扫 随风飞舞 生动有力 瑞士湖山是他写意泼墨画的一大手笔 水光山色相应重去 这些泊墨山水画不拘其特 画幅两端轻描天彻 跟画幅下的小舟形成三角对比 轻重得移 趣味红生 小舟有两个人 一静一动 好像船在水中前进 与远村近涉极极相关 这幅画一般人认为 有西画抽象意境 兼有国画传统精神 顾名思义 从字面上可以会议到 船在春江云雾中航行 火顾生命 有引人入胜的感觉 在春江云雾中心 有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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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 在春江云雾下 在春江云雾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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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鲍雾中心 春江云雾中心 人物 在春江云雾中心 春江云雾中心 他进来用手权子 花大破破三水 手权子跟生权子不疲 它是水墨不渗透纸类 而是浮在纸面上的 要经过相当时间 才慢慢的干起来 在建杆的过程中 在家点染处理 风格一斤 这是他近年来作画的主要创作 他的画 从勾勒 写生到写艺 无论花会灵毛 山水人 可以说处处求美 处处求利 以不被国画的原理 而创造新的天地 这是一幅破墨画 在金色的画体上 构图抽象 却充分地流露着一股 具体的力量 中文字幕提供 破墨山水 是血液鼠中四大绝颈 所谓四绝 乌霞天下棋 奎门天下血 剑阁天下雄 额眉天下秀 他用不同手笔 在不同的空间跟意境 构成一大巨谷破墨山水 包括了 棋 眼 雄 秀 各种真实含义 一眼 雄 锅 几颜山水 录音设计划 脸座 一眼 雄 探索 探索 加入了 软达山水 几颜山水 离充满山水 三眼 雄 探索 这一巨幅写一山水 是描绘台湾省恒贯公路的天然景色 使泼墨跟泼墨交互运用 而更在泼墨中掺入色彩 做有坚衡的配合 在民国五十七年的春天 大天先生为庆祝中华民国 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先生 八十华诞 策划了一幅长江万里图 以示同高的庆色 这幅画是用卷绘成的 画高二十一英寸 长七百八十六英寸 是从江水花园地的 金沙江所调起 到崇明岛址 如以朔江而上 由崇明岛 经上海 礁山 金山寺 镇江 南京 吴湖 黄山 安静 小姑山 庐山 安江 武汉三镇 宜昌 三峡 万县 重庆 到金沙江所调止 全画一气呵成 令人无法分段观赏 他对于这幅画 是集合了国画的各派画法 在工笔中加解义 在泼墨中分层次 对布局 用色 用笔 都集聚变化 把长江流域 所经之地 以不同的笔调 风托出各地的山光水色 描绘的凸神入化 叫人悠然神亡 是 craig 他的画不但保守着中国固有的传统精神跟特色 还融合西方艺术的意味 有些画家们评论大天先生的话 说他最大的特别 鄙视浑雄 剃破深渊 无论中外人士都普遍爱好 是真正的雅俗故障 有些人的温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